Hello,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黑鹅柔 前面我们讲了一个iOS的新闻阅读器项目 从今天开始,我们就进入一个全新的项目,叫团团转 它会用到我们上一个项目讲到的一些知识 进一步巩固大家的一个印象 好,首先我们看一下团团转到底是做什么用的 我们讲的一个大概的一个流程 首先从介绍这个项目开始,介绍它 然后我们分析一下这个需求 需求,我们要做哪些功能 最后我们要从编码,要从设计开始 UI设计,包括系统框架的一个设计开始 设计完之后,我们就要进入开发阶段 进行一个编码工作,要实现哪些功能 最后开发完成了之后,我们就要提交测试 测试为我们测试,我们要讲一个增加一个单元测试 这个环节,如何在我们程序中加入单元测试 测试通过之后,最终的一个就是上线的一个过程 就是提交APP start,最终审核通过,我们的APP就上线了 我们整个的过程呢,一个APP开发,一个流程就走完了 最终最后我们要进行一下一个总结 好,这就是我们开发所有APP都要经过的一个大概的这几个步骤 简介一下,就了解一下需求,设计,开发,测试,上线 最后我们总结,好,我们首先看我们的简介 简介呢,我们首先看一下这个iOS团团转是一个什么项目 首先看一下我的投影 好,这就是一个团团转 这里面有登录,有新浪的一个登录,人员登录,点随便看看 这里面呢,他用到的一些数据都是来自于大众点评 提供的一个第三方的,OpenAPI 这里面有商户,有团购的内容 然后还有一个优惠券,还有一个我 大概就分这四大部分 然后呢,他这里面有个定位,根据你当前的地理位置 来显示你附近的商户,还有一些团购的一个信息 这里面呢,可能会有一些介绍的页面 就是我点了一个商户,商户的详情页 详情页面,还可进行一些收藏 这里面有些操作分享 这里面这是返回 之后他还有一些筛选 区域的筛选分类 这个分类呢,他有一个bug 就是一点的就会崩溃 到时候我们会解决一下 这里边呢,看有一些默认的分类筛选 选择一下 很简单的一个项目 我们就从他来开始入手,一步步的实现一个团购的一个项目 好,这就是对我们的APP的一个简介 简介完了之后呢,我们要看一些API 大众点评的一个开放的一个接口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里边登陆进来之后 首先注册一个开发者账号 他的接入流程呢 就是首先注册开发者 然后申请你这个接口调用的一些权限 权限完了之后呢 我们在API里调用 最终进行一个上线的一个过程 好,这是他的一个接入流程 我们看一下他的API温度 搜索附近的一个商户 团购,附近的一些团购 还有些优惠券 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原数据 这些我们在我们团转项目里边 都会用到的一些接口 主要是商户 我们再看一下 团购,团购里边 我们会用到团购的商户这里边的一些接口 还有一个团购的一个接口 优惠券的一个接口 这里边所有的接口 都是调用的大众点评的一个API 好,我们了解了这些需求之后呢 我们再看一下 我们的一个API文档完了之后 我们再看一下 我们上一个项目讲过一个监控的一个工具 它叫chars 可以看它的一个接口的调用情况 接口调用 我们这里边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 我们这里边它是有个端口的 我们看一下IP地址 我们把这里勾掉 我们只监控我们的扣端 20174 首先 这是我的设备 我的设备 我在设置里呢 然后把这个 代理设一下 这里边有一个服务器 172.19.20.174 好,端口888 这4个8 这个端口呢 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 这里边有一个设置 这就是这个端口 端口完了之后 我们看一下这个 设置完端口 然后进行一下 鉴定我们电脑的一个用户名密码 好,设完之后 这样我们手机上发送的所有请求呢 都会到我们这个工具上 都可以监控的 我们再看一下 我们刷新一下 我把它这里边再刷新 可以幅速不给力 我们把它删掉 再刷一下 这些借口呢 这些借口呢 调用的时候 都会到我们这里 啊 我们刚才可能有一个地方 它来了这些 这个工具 看一下啊 我们重新启动一下 看一下 把它去掉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IP 对不对 172 16 20 174 174 看一下我们这里边 如果设错的话 如果设错的话 它这里边会没有 会联盟到网络 17416 这里边写错了一个IP地址啊 好 我们再看一下 我们再看一下 删掉 进行一下我们的项目 啊 这里边就掉了哪个接口 我刷新商户的时候 它掉了哪个接口 这里边呢 跟大家说的一个是网络安全的一个 4要素 什么呢 完整性 就是我们传输的数据 一定要完整 中间不要被别人截断 或者中途被别人窃取 保密性呢 就是说是加密过的 别人看到这个数据呢 也不知道 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认证呢 就说 我发送出去呢 别人又对我有一个认证 就是说知道这个数据是来自于我啊 不是来自于第三方 来自于其他的啊 非法的一个网站 不可否认性呢 就是说 啊 我不可抵赖啊 是真正是从我这发出的 只有我有这个密码 别人没有这个密码啊 到时候就相当于我们取钱一样啊 我取了20块钱 到时候你不承认 这就是银行里边的有一个认证 就是他给你一个私钥 防止你还不承认啊 他就是一个私要素 这里边呢 我们看到他里边有一些敏感信息 像我们这里边的appk 相当于他这个团团传用到的一个appk 我们就能拿到 我们就可以模仿他 来调用这个结构签名 我们也有了啊 这就是这个签名 我们可以不停的呢 像我们在这里边看一下 看 这就是我们就用的这个appk 就是团团传 他申请的一个appk 我们就可以模仿他去调用啊 大众点评的一个接口 可能会我们不停的调 可能就会造成他的一个对他一个封啊 封号 这是一个网络安全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 大家也要需要注意一下 就敏感信息呢 尽量要采取加密或者是 不要让别人冒充你去调用这些接口 这是我们讲的一个安全的上面的一些 一些额外的话题 好的 那有了这个工具呢 我们就可以知道 他每个接口 调用哪些 调用的是哪些的 调的是 每个界面调用的是哪些接口 看我们这里再刷新一下 这里边看一下 把它注视掉 看这里边就是返回的一个 withbounce的一个信息 他这里边会有一些 这些图片 这就是我们最终的调用的一个接口 我们把它打印出来 这里边就可以看到 首先我们看 北京 我们可以对应一下 商户密室逃多 这里面就有他的一个相关的接口的一些信息 这里面就有了 商户 团购 这样方便我们去研究一个APP 也是非常有用的 这个工具大家也需要多去用一下 讲了这个工具之后 我们再看一下 这些API文章 我们也了解了 如何来做我们的团购 团团转这个项目呢 就是说我们后台数据有了 我们的界面的展示的样子 我们也有了 就是我们照着这些界面 我们看一下 我们要做的一个样子 就是他这样的 就是这样的 最终的一个呈现结果 这些有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做的设计 做我们的开发了 我们大概知道它的一个需求 去知道它的一个实现实现的一个原理了 最终呢 如果我们再想深入了解这个APP呢 我们还可以去把这些把它的一个APP 考出来 从它这里边呢 看一下它里边的一些图 可以看一下它里面用的一些资源 数据是怎么存储的 我们这里数据是怎么存储的 在这里边它本地有没有缓存 我们都可以去研究了 这就是我们做一个项目 或者是研究别人做的一个项目是怎么实现的 一个具体的几个方法 好 我们这个简介基本上就完了 我们回顾一下 总的来说呢 我们首先 看知道它的一些接口的要用 我们用我们的监控工具 查理可以知道它的一些接口 接口的一些调用情况 我们还可以把它的APP 我们看一下 把它的APP 把它的APP导出来 看它里边用到的一些资源 大概可以猜到它是怎么实现的 最后我们讲了一个 就是说 它调用的一些接口的第三方的一个 大众点评的一个API 怎么接入 怎么使用大众点评 我们想做自己的一个项目的时候 我们可以在它上面去进行一些注册 一些申请 好 简介我们就完成了 下一节课呢 我们具体的把它的虚 把它这个界面上的功能 进行一些细化 就是区分出它里面 到底我们要实现什么 有哪些需求 好 今天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